哈啰各位好久不见 最近虽然没有拍什么影片 但是以前的影片还是有不少人会留言 其中一部分的留言就是 对于我厨值买东西有很多意见 有少人认为说玩破解版就好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厨值钱 来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甚至觉得厨值充钱是很智障的事情 这种留言我基本上不太会去理会 毕竟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没钱 要么年纪一定不大 那就在昨天我看到一个类似的留言 而且当下我心情真的很差 所以这部影片就诞生了 我先来跟各位讲一下 游戏公司营运游戏的最基本的循环 游戏公司开发游戏 玩家开始玩游戏 并利用厨值功能让游戏公司赚钱 游戏公司用赚来的钱 来更新更多游戏的内容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厨值玩游戏的话 游戏公司只能用其他方式来赚钱 像投放广告 如果游戏公司本身没有投放广告的话 那甚至是直接断绝了收入的来源 所以你们现在了解厨值的意义了吗 小屁孩们 我们不是笨 我们是要让游戏公司赚钱 这样他们才会继续更新游戏 今天你们没钱出职去玩破解版 我不会阻止你 但是你今天来我这边杀野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没有真正喜欢这游戏 你他妈只在乎你自己啊 你今天没有出职 你也可以看看他们投放的广告 来赚他一点点的游戏钻石 但你今天不但没有 还跑来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叫嚣 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做的事情是 多自畅的行为 其实我国中的时候 玩游戏不只是下载破解版 我玩神魔之塔的时候 他们还开过外挂 但当时就是太急着 想要得到成就感 现在倒是觉得你每天 慢慢累积你的战力或是金钱 来到达你想要的目标 反而更有成就感 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也有不少人问我会不会去拍影片 我只能说 YouTube最近的风气 其实并不适合像我这种 小型的游戏频道生存 除非我将我的频道转型 不然我做越多的影片 就只是让我越没有饭吃 会不会再继续做下去我也不知道 那给未来的我自己想吧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